在一腾中伤势工作时患了癌症,想要放弃人生不拖累家园时一腾中,是第一个不答应的,乍一看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呢?事情是这样子的。 一腾中为了鼓励宣患癌症的员工也要好好,癌症也作为他们业绩考核的一部分。 具体的来说,他们会为员工制定各个阶段的目标,达成后可以领取奖励。 当然,即使没有达到目标效果也不会受到批评,可以说,一腾中是把员工的健康、野猎,为了他们的考核目标。 在此之前,毕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腾中伤势2020年发展计划当中提出将健康经营作为基本方针,安排40岁的员工定期进行精密提前, 罹患癌症对员工在国民健康保险、覆盖范围外的先进医疗备用由公司成额承担。 若人工不信念癌症去世,公司还会承包子女的赡养费和指导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费。 说实话,白领们最害怕的便是晶晶爷爷工作十几年,娶妻嫁人生次后遇上大病重病,身上压着几座贷款打山。 一个人倒下之后一个家就沦陷了,一腾中伤势的经营方针,真的给员工一颗长效定心丸,我们只管好好工作。 四十岁后的每年做精密体检,几乎可以保证,不会在癌症暗期才发现。 即使选择癌症先进方法,保险部报销的部分公司报销,加上日本癌症的五年,十年生存率世界领先,可以说没有后顾之忧了。 然而,在一腾中伤势这座天堂之外,日本癌症患者的工作环境是堪忧的。 东京都2014年发布的癌症患者就业现状调查显示,员工离患癌症后选择辞职的比例为21.3%,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是希望专心癌症,另外一半是体力原因无法继续工作,或不想给周围同事添麻烦。 当然,一些公司也会明示,暗示患癌员工不适合继续工作。 相比之下,一腾中以实际行动,鼓励员工一边一边工作。 不论是在经济方面,心理方面都会给员工更大的信心互动力斩胜癌症。 要说一腾中伤势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私心,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 但是企业能有这种私心,真的难门可贵。 展示公司对人才的重视,以实际行动保留公司发展的宝贵战斗力。 深化癌症的员工,有可能是在一腾中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员工。 他们身上积累的经验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,相对年轻的员工在受到这些温慰后,会对公司更加忠心。 这也是未来价值的来源,对于高质量人才而言,健康经营方正会吸引他们留下这家疗心企业。 在此,必须强调一腾中伤势的经营方真的必要性。 今年日本的癌症患者不断增多,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的推测显示2017年,被诊断出癌症的人为101万4千人,创历史新高。 其中有30%的人为劳动年龄,如果这30%的劳动力都因癌症而退出职场,会给劳动力短缺问题血上加霜,得益于日本抗癌药物和医疗系细的不断进步。 以往需要长时间住院进行手术,现在,也可以短期住院或定期去进行。 可以说,医学的进步为癌症患者一边工作一边提供了基础。 接下来就看企业的努力了,重视人才的价值,就从重视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开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